男人怎么也想不到只是睡了一觉 竟让他穿越到了两百年后的未来 眼前比他还老的男人竟是他的曾孙 罗根不可思议地看着这里的一切 他原本是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贵族公爵 长相英俊举止优雅 是无数少女眼里的梦中情人 知识渊博的他还是现代电梯的发明者 罗根所到之处都会引得瓦胜一片 然而家道懦弱的他不得不接受一场家族联姻 叔叔希望他能娶一个富家千金 这样就能延续家族的荣光 可罗根认为婚姻是需要爱情来支撑的 没有爱情的婚姻就像没有根基的大楼 终究是会倒塌的 叔叔说他生来就有贵族的头衔 有义务为家族的兴衰而牺牲自我 罗根说我们才不是什么贵族 我们不过是历史的遗迹罢了 新的贵族是工程师发明家 是拥有现金思想的科学家们 叔叔听后生气地给了他一巴掌 命令他快去舞会中挑选未婚妻 虽然心有不甘 可罗根还是听从了叔叔的安排 他邀请首富的女儿一起跳舞 这让对方感到受宠落尽 要知道谁能和罗根跳第一支舞 谁就将会成为人人羡慕的公爵夫人 管家在一旁偷偷记住了女孩的名字 等舞会结束 罗根将当众宣布谁是他的未婚妻 这是一个鬼鬼祟祟的男人 引起了罗根的注目 对方穿着现代的衣服 让罗根感到好奇 于是便跟着他来到了楼上 罗根发现男人正在偷看 他关于电梯的设计 他质问男人究竟是谁 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家里 面对罗根一系列的问题 瑞格并没有回答 而是慌张地离开了这里 两人下楼时 又遇见一个衣着怪异的女人 命运的齿轮在此刻已经悄然转动 这时天空下起大雨 瑞格来到屋外坐上一辆马车 罗根骑着马在后面紧追不舍 他跟着瑞格来到一座大桥 原来瑞格是一名来自未来的科学家 他穿越时空来到这里 只是想拍些照片回去 证明时空穿梭的存在 而布鲁克大桥 就是连接两个时空的桥梁 瑞格顺着梯子爬上大桥 罗根见状也跟着爬了上去 很快他们就来到大桥的最高处 瑞格本想跳下去穿越回到现代 谁知罗根却一把将他抓住 瑞格拼命拍打罗根让他放手 可罗根却以为对方想要轻生 于是死死地抓着他不放 随着一道闪电划过夜空 最后两人一起从桥上掉了下去 当罗根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 这时电视被他不小心打开 看着盒子里挥动的小人 罗根感到无比恐慌 他以为自己被绑架了 听到响声的瑞格急忙赶了过来 他让罗根不要害怕 自己对他并无畏意 他不过是穿越到了200年后的未来 罗根对于这样的解释感到荒谬 虽然自己崇尚科学 但时空穿梭的概念 他还是头一次听说 为了让罗根相信 瑞格拿出他关于时空穿越的研究 他在布鲁克大桥上发现了时空裂缝 之所以选择去找罗根 是因为罗根正是他的曾祖父 他想去看看发明现代电梯祖先的样貌 瑞格告诉罗根下周还会出现时空裂缝 到时候自己再送他回去 这时家里的狗狗却叫个不停 瑞格知道遛狗的时间到了 他拿起外套带狗狗出了门 临走时他叮嘱罗根千万不要乱跑 自己很快就会回来 然而当瑞格走进电梯 却发现电梯通道里面竟然是空的 害得他直接踩空掉了下去 因为罗根正是未来电梯的发明者 他的穿越在这个时空产生了蝴蝶效应 导致这个世界的电梯全都出了故障 很快救护车赶到将瑞格送进医院 另一边罗根在家里研究起了新鲜事物 他开始慢慢相信瑞格穿越时空的理论 这是门外传来的敲门声 是邻居凯特来找瑞格 罗根对凯特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可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凯特告诉罗根狗狗在走廊狂叫不止 他以为罗根是瑞格的朋友 于是便从墙上拿起遛狗声 把遛狗的任务交给了他 罗根来到大街上再次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他已经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 到处都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他不禁感叹只是过了短短两百年的世界 世界竟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罗根一身公爵的服饰也引起了路人的瞩目 在狗狗的带领下 他还见到了在他世界刚当竣工的布鲁克大桥 另一边躺在医院的瑞格找来凯特 因为腿部骨折无法回家 他担心罗根适应不了这个世界的生活 于是拜托凯特帮忙照顾一下罗根 可凯特根本不相信时空穿越的事 他认为瑞格是被摔坏了脑子 而医生也认为瑞格精神出了问题 把他转送到了精神病院 回到家的罗根遇到了邻居小孩 对方说他跟瑞格是好朋友 经常过来和他一起看电视 无聊的罗根和小男孩聊起了话剧 他一人分事夺绝 生情并茂的演义引来一个男人的驻足观看 查理是一名十八线小演员 热爱表演的他和罗根一拍即合 三人开心地在钢琴旁唱起了歌 这时凯特过来打断了他们 他是来让查理回家吃饭的 原来查理是凯特的弟弟 得知罗根一个人在家 查理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共进晚餐 饭桌上罗根小心翼翼地把食物切开 然后优雅地放进嘴里慢慢品尝 一系列繁琐的用餐礼仪 让凯特对他充满好奇 罗根说自己是来自十九世纪的落魄工具 查理认为他还沉浸在刚才话剧的角色当中 吃完饭凯特准备起身收拾餐具 结果罗根也跟着站了起来 查理听后也跟着站了起来 罗根声势的风度让凯特瞬间心生好感 隔天罗根想给自己做顿早饭 他打开冰箱寻找食材 课里面都是一些速冻食物 他按照说明想烤一些面包片 结果却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 幸好凯特及时赶到拔掉了店员 他一边收拾残局一边听着罗根抱怨 罗根吐槽面包机的发明者 说他根本没有考虑用户的使用体验 对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来说真是太难用了 凯特觉得他在小题大做 大家都这么用也没见谁出过错 罗根认为凯特是在嘲讽自己 罗根对美食的解读让凯特听得入迷 他突然意识到罗根正是他一直在找的人 原来凯特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 最近他接到一个拍摄黄油广告的任务 可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演员为其代言 于是凯特就带罗根来公司试镜 罗根一扬顿挫的台词掌控能力 瞬间让黄油的格调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在场的人都被罗根贵族的气质所折服 就连一向吹毛求疵的领导这次也十分满意 当即决定签约罗根进行广告代言 领导还约凯特晚上一起吃饭 凯特以为领导要给他升职加薪 回去的路上他高兴地手舞足蹈 罗根想去坐路边的马车 可凯特却说马车是给游客坐的 就在他们准备打出租车回去时 一个小偷突然冲过来抢走了凯特的背包 凯特在后面追了好久也没追傻 就在他决定放弃的时候 罗根突然骑着白马出现 他伸手将凯特拉上马背 凭着精湛的骑术 罗根很快就追上了小偷 并成功帮凯特拿回背包 罗根把白马还点马车的主人 经过这次的英雄救美 凯特看罗根的眼神都满是崇拜 晚上凯特如约去和领导吃饭 查理则带着罗根去参加朋友的聚会 罗根英俊的外表加上儒雅的谈吐 瞬间就引起再做女生的注意 聚会结束罗根还帮查理 要到新一女生的电话 另一边凯特并没有等来升职加薪的消息 反而是领导油腻地对他展开追求的攻势 凯特虽然反胆 但也不好意思和领导撕破裂 这时查理带着罗根也来到这里 领导礼貌地请他们坐下一起吃饭 原来罗根之前就注意到领导对凯特的骚扰 他担心凯特的安全 于是就让查理带他找了过来 领导吹嘘自己刚刚买了一栋18世纪的别墅 说着还拿出照片给凯特看 罗根注意到照片上的别墅正是自己家 他纠正领导说别墅是19世纪建造的 还提醒他别被房屋中接骗了 为了展示自己的内涵 领导说他喜欢画角 听他这么说 罗根张口说了几句法语 凯特问领导罗根说的什么 领导吞吐吐吐半天也没打上来 罗根用渊博的知识让领导下不来台 他还指责对方利用植物质便追求下属 是种极其不道德的行为 说完罗根就愤然离喜 这让凯特十分尴尬 不仅损失了升职加薪的机会 甚至有可能还会因此丢掉工作 看到凯特失落地回了房间 罗根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莽撞 他诚恳地给凯特写了一封道歉信 并邀请他晚上在天台一起恭敬晚餐 凯特被罗根的真诚所打动 晚上他换上精美的礼服来到天台 罗根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 他为凯特精心准备了烛光晚餐 还找来小提琴手在一旁演奏 他们聊着彼此感兴趣的话题 罗根讲述了自己家道中落 被迫和富家千金结婚的悲惨经历 凯特对他的遭遇感到同情 他安慰罗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见凯特起身收拾餐局 罗根也跟着站了起来 他邀请凯特一起跳舞 凯特没有拒绝 这些天的相处让他对罗根有了莫名的情愫 伴随着悠扬的情声 他们的距离越靠越近 两人的关系在此刻也得到了升温 第二天罗根为凯特准备了早餐 吃着心爱之人做的美食 凯特感到无比幸福 他们像一堆热恋的情侣来到大街上 凯特带罗根欣赏城市里美丽的风景 这时罗根注意到一栋古老的别墅 那正是他两百年前的家 他们一起走进别墅 墙上挂着罗根和父母的画像 罗根在一处墙壁找到一个暗盒 里面是母亲留给他的结婚戒指 这一举动让凯特开始相信 他就是来自未来的人 晚上凯特依偎在罗根怀里 罗根想用母亲的戒指向凯特求婚 可思索在三后他还是没有开口 因为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要离开这里 两人穿越时空的爱情注定不会有结果 这天罗根再次拍摄视频广告 导演让他吃一口然后露出微笑 罗根没想到这东西会这么难吃 他跟导演发生了争执 认为不应该欺骗观众 罗根生气地离开了摄影棚 凯特急忙追出来劝他回去 罗根问他有没有尝过广告产品 罗根认为凯特是在帮助厂家 欺骗消费者 凯特说他也是身不由己 为了不丢掉工作他只能这么做 像罗根这种从小一世无忧的人 根本体会不到小人物工作的艰辛 两人为此大吵一架甚至提出了分手 另一边瑞格还被关在精神病院 眼看时空裂缝马上又要出现 他却不知道该怎么离开 就在瑞格绝望无助的时候 医院的护士对他动了恻隐之心 最终在护士的帮助下 瑞格成功逃出了精神病院 回到家瑞格发现了 罗根写给凯特的信 他明白这些天两人谈起了恋爱 可为了现在的时空秩序不被打乱 瑞格还是坚持把罗根送了回去 本以为这次时空之旅就此落下为物 可瑞格在整理穿越拍的照片时 却意外发现了人群中的凯特 这就意味着凯特也曾有过穿越的经历 他和罗根的相遇早已是命中驻地 还在上班的凯特并不知道罗根走了 领导为他这些天的表现十分满意 不仅给他升职加薪 还在晚上为他举办了庆祝仪式 凯特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罗根 却被瑞格告知他已经穿越回去的消息 随后瑞格带着照片找到凯特 他告诉凯特命运安排了他回到过去 可凯特现在着急上台发表感谢词 他拿着照片站上了讲台 就在凯特感谢大家前来参加网会时 瑞格给他的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 凯特发现照片上的他穿的就是今天的礼服 他明白自己将要和罗根在过去相遇 于是凯特放弃了事业选择了爱情 他跟着瑞格和弟弟来到布鲁克大桥 凯特克夫恐惧从桥上跳了下去 成功穿越到了200年前 那一边当罗根成功穿越回去时 叔叔为他举办的相亲晚会还没有结束 就在罗根准备念出未婚妻名字的时候 穿越而来的凯特出现在了人群里 罗根情度自今喊出了凯特的名字 两个相爱的人穿越时空走到了一起 在这个素食什么都讲究高效的时代 我们享受生活的时间却越来越少 正如这部影片所告诉我们的 生活不仅仅只有工作 他有时需要一顿美食来治愈 有时更需要爱人的一个拥抱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